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知识不华 我是David 今届我们LJ的会长 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 另外一方面大家看到他坐在我旁边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嘉宾 这段时间很红的 经常在电视看到他 就是我们知名的医生林郑才医生 欢迎林医生 而另外林医生在香港是一个疑科 和一个社会医学专科的医生 现任是香港行政会的非官首成员 亦是基督教灵实协会的行政总裁 他自2006年开始 已经担任灵实的恩光学校校董至今 在2016年的时间 他担任了安劳事务委员会主席 2019年7月他更加获得《银子经》的升章 林医生 好兴 今天来到我们这里 和我们的朋友们先打个嗨 好吗 Hello 会长你好 大家好 很开心可以来和大家聊聊天 是的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智者不华 智者的意思是什么 当然要有聪明才智 林医生绝对是 今天上到来的时间来说 当然我也想请教一下有关我们 尤其是我们在保险行业 这两年都是不断挂着在口边 新冠疫情当然是其中一个 是不是 其实林医生你都知道了 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受到很多不同的 一个程度上那边的冲击 我想问一问你 今天你用个医生角度想看看这个问题 你认为其实我们和内地的 大家去控制那边的疫情方面来说 其实大家是生活习惯 或者是卫生意识 或者是防疫管治 以你所知 其实这两个香港和内地中间 是如何做一个比较 你觉得哪方面好一些 其实很难这样比 其实你见每个地方 每个国家和城市 他们防疫的措施都有些不同 其实很看待他们的民情 普罗大众的生活习惯 那个城市究竟他着重哪一方面 但当然香港是整个中国的特区 所以我们和中国通关的问题 就是比较紧密一些 但如果你比较中国内地和香港 其实可以这么说 国有千秋 内地在围堵控制疫情方面 做得十分之好 是 即是他们追踪 很快就可以做到检测 以至将一个爆发围堵在一个小范围里面 这个是内地做得很成功 可以这么说 世界各地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到 唯有中国内地可以做到 但香港也有不差的地方 因为香港同一时间 我们要维持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 基本上我们未试过禁止 跟西方很多地方 甚至新加坡 我们都完全没有禁止过 基本上我们生活如常 有少少影响 可能吃饭 又不可以太多人去健身 又可能要戴口罩 类似这些小的微调 除此以外 其实可以这么说 香港都在维持市民的生活 和抗疫两方面的平衡点 是做得好的 还有香港最后一个特点 其实香港从来都未封过关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随着不同的波 第一波、第二波 都会有些微调 但基本上 你见我们机场 都依然有飞机入 有飞机出 这一方面 亦是很多地方做不到的 好像澳洲那样 它是限制它的国民 甚至不要说进入 飞出去 都不让它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这么说 香港就能够 大体上维持到抗疫 我们差不多能够清零 很多时间 但是同一时间 就是维持有一个适度的交往 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少 就是在这里取得平衡点 我们香港人 最喜欢和一个地方比较 就是新加坡 大家了解新加坡 最近来说 好像他们的疫情 反弹得很快 对 其实香港在这方面 做得不错 可以说 是的 但当然新加坡 我相信 它自己都是看着香港来做的 是 它想尽快跟世界各地 就一个所谓 就是 完全没有检疫的情况下 可以互相往来 我想可能它也是从 经济的角度 会想多些 所以它就 比较早 就开始了一个 叫做 与病毒共存的方向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它的疫情就增加了 但是他们有一件事 我们也值得借鉴 就是他们的疫苗接种率十分高 其实这一点 是令到它能够早些 开关 让经济活动 恢复正常 不过 如果你问我 我就嫌它早了一点 它也去到八成 就是它的接种率 但是它那两成都有可能 就是未接种的人 如果它感染多 也有机会拖垮它的医疗体系 所以这里也有少少 所以最近你见它又收纷了 它现在社交距离的措施 还比我们更严重 它现在打了针的人 都是两个人可以外出吃饭 我们香港夜晚吃饭 好像现在都挺正常 是的 现在差不多 我见食肆很多时候 排队 排队 有时卖都卖不了 不过就是这样说 林衍生 你想想过往过了二十多个月 其实香港各行各业 大家的情况不一样 我想大家都不多 都受到疫情影响到 其实老实说 我们的饭食业 初初大家都挺担心 现在其实似乎都可以回回头 都挺正常 我又说一下我们的保险业 其实都是同样 跟其他行业一样 都受到影响 不过我们还好 为什么呢 我们始终香港也是七百五十万人头 我们就似乎在2021年 起码头这两季的数字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 挺显著的改善 不过我们又这样说 我们收到很多会员 有很多朋友跟你说 说是这样说 现在都是糖水滚糖雨 林衍生 为什么呢 香港始终是一个对外形的经济 对外 我想大家都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去新加坡也好 去其他地方也好 似乎有很多事情 都不是我们能控制到 不过问题是 我们后面的祖国 对不对 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到现在这一分钟 我们都不能够通关呢 其实 以你所知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 特别的因素 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事情 我们做不到 令到我们通不了关呢 就好像我刚才那样分析 香港就尽量 就是想维持一个平衡位 是 不要太过影响市民的生活习惯 都有些往来 但是当然 如何严防输入 都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但当我们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都明白 一个城市 特别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 是 香港我们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服务性行业 我们大部分的收入都是 从一些经济活动里面 是赚取回来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 怎样都要跟世界各地接轨的了 是的 没错 一定是 这个就是 大家都在这儿敲头想着 但是香港有一个特点 就是新加坡没有的 新加坡他不是很紧张 跟马来西亚通关 是 但是香港人 因为我们有几十万人 基本上他是很靠 跟内地通关 来维持他的生计好 甚至是维持他的婚姻 家庭生活 所以这里就比较巧妙一些 我们怎样找到一个位置 我们就同一时间 我们不会对外 就是跟世界其他海外的地方 要好像内地那样 那么严厌地去减少输入 因为你看到我们现在 大部分的输入个案 都是外地来的 当然有些是菲律宾、印尼 我们的外用 但是外用又是我们 差不多不可以少 如果我们不够那四十万的外用 又会影响很多 就是中产或者中下阶层的生活 所以同一时间 我们又可以跟内地通关 同一时间 我们又不像内地那样 那么紧密控制 因为现在特别 自从世界各地 都开始与病毒共存 个案真的多了很多 所以中间这个巧妙位 就是我们香港要找得到的 要拿捏到 是的 这个拿捏 一点都不容易 我想现在香港政府 都很积极 希望首先 跟内地通关先 但是也要跟内地通关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会影响现在 我们有些必须要来的海外 无论回来香港做生意 或者香港人回来香港 不会像澳洲那样 不用嫌得像澳洲那样 所以这个位置 就是我相信 现在我们的专家组 和内地的专家组 接头的时候 要商讨最困难的那点 他会不会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样说 听一些朋友说的 他说 刚刚都提到 会不会就是说 现在我们香港为例 刚刚跟新加坡都八成 香港都不差 其实都 据我所取得的数字 都接近六成以上 对 其实过往这段时间 除了最近刚刚上次 在机场的 运输工人感染之外 其实我们也是另个案 其实我觉得 在香港人眼光 他觉得自己也做得挺好的 是 是 其实现在问题 也是事实的 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行业 也是 我们其实都很渴望 起码第一件事 和内地通关 会不会就是 刚刚你说的部分 其实 你见到多少个问题 我们又要可能 迎合我们祖国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 可能也是要 去做一个国际城市 是 基本的面 会不会是我们所谓的 将来的健康码 会是一个真正解决的方案 我相信健康码 也是其中一件事 其实健康码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用来做追踪 就是当有爆发的源头 一看到的时候 立刻可以追踪 因为国内在这方面 他做得好 我们看到有些个案 他就是追踪到两个人 可能在某一条街道走过 就是他有机会用十几秒钟 就是刷身而过 所以他就追踪到 就是追踪到你了 但香港是做不到的 这个我们绝对要明白 香港又要私隐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香港难做的 不过好像David你刚才说得很对 其实香港用其他的方法 来去堵塞这个我们做不到的 其实这个我们做不到 是世界各地都做不到的 其实只是中国内地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专家对接的时候 就要告诉内地的专家 是的 是的 我们有些事情做得没有你们那么好 不过我们围堵的政策 都成功的 因为我们自从有第四波之后 其实我们有零星的个案 好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个案 我们每一次都围堵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香港独特的方法 其实世界各地都是 每个地方都是在找他自己独特的方法 解决他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 因为通关其实就是在说两地 是 那两地就要大家明白 究竟你担心些什么 我便可以告诉你 不是 我有些是 我和你的做法不同 但我们都做到 其实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乘飞机来的人 就是如果我们按个比例 我们比内地多很多倍 我们每天都 就是仍在欧美地方 菲律宾 印尼 一机机满了的乘客 是飞进来香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这么说是漏洞 我们也看到确实很多个案 真的一落地就验到它是阳性的 或者我们在检疫的时候 隔两天三天就帮它验到 不过我们要告诉内地的专家 就是不用害怕 我们不用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封了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关 因为我们的办法是做得到 做得严 但是当然在过程里面 我们还有一些微小的位置 我们可能还要斟酌一下 怎样可以做得到好一些 或者我们在酒店检疫 我们酒店检疫再怎样严谨一些 以致我们不要让内地觉得 我们是一个输入的源头 这个是他最担心的 还有我也觉得 我们也没理由作为 就是中国其中一个城市 我们日后就成为中国内地 一个缺口输入这个病毒 我们绝对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就是 希望两边的专家多沟通 多明白 健康码当然也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最近我都听到的意见 我都觉得都说得挺对的 他说基本上又不是个人都想回内地 或者他有需要回内地 如果真是想回内地 其实我们现在去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都要用他那个麻 你遵守对方的要求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说服到市民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回内地 那你就用内地接纳的一个健康码 如果我们市民多些讨论的话 如果多些人能够接受 是的或者我举手 因为我经常都要回内地 我探亲好或者做生意好 我就跟着内地那一套了 我觉得如果市民大众有的共识 政府做的事情上来都比较容易 譬如我这样听到的估计 假使我要回大陆 而我去接受内地要求的健康码 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最低要求 是的 其实那位朋友都跟我说的比喻 我觉得都挺贴致 等于回乡证 你不回大陆 你不申请回乡证 就没问题 你一样在香港可以受管 但如果你要回大陆 你就是要申请回乡证 就是这么简单 假使我不打算回内地 我可能就没有需要申请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市民来说都比选择多 对不对 我听到的时间 香港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想要搞起一个 我们起码叫做回大陆的市民 都是要有健康码 是不是做了全民另一件事 另一方面也要搞好 我们自己本身的内防 尤其是外防输入的 所谓的病菌的一个机会率 最后一个问题 在稿件面没有准备 我想问一下 现在的林医生 我们有十分的时间 是令到我们通关的 你猜到现在我们香港 去到多少分呢 这个也挺难说的 不过如果纯从科学看我们的数字 我觉得我们比起全世界的地方 我们没有九分都有八分 当然很好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我想问一问 其实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的会议都常问 什么时候可以去关 这个因为是双方要谈的 以我的理解内地确实很紧张 他们很希望能够 那个决定不单止在深圳市 甚至乎不单止在广东省 可能全国 要全国 因为香港人一去到就通道去 还有病毒无疆界 如果你真的带了病毒进去 就会影响整个国家 这个我相信都是要国家的层面去决定的 好的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很感谢今天林医生 跟我们分享 我们香港和内地组合通关的一个问题 听完之后的时间 这个希望都越来越近了 林医生是吧 大家希望通关之后 我们的香港经济逐步回复正常 如果大家想继续看回我们所有的节目 我们是什么 智者不画 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保育频道 给我们一个赞好吗 将你的影片分享给我们不同的朋友 好吗 多谢今天林医生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大家再见 OK 拜拜